8月12日 月早在社交平台晒出月云鹏与女儿的互动日常 视频中月云鹏的小女儿月璐月正在给月云鹏化妆 在化妆的同时还说到 爸爸你是猫咪变的吗 为什么有两个脚呢 听到女儿的提问 月云鹏则问道 哪有两个脚啊 听到月云鹏的回答 月璐月一边回答 一边点着月云鹏额头的发际线 得到女儿肯定的回复后 月云鹏则是一脸无奈的看着妻子 月云鹏无奈的小表情笑哭一众网友 妈咪你是猫咪变的吗 为什么就会有两个脚呢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表示 宝贝你轻点吧 要不然你爸的脸会越来越大的 还有网友表示月哥头上有脚 是因为小月月是绝儿 不知道小月月看到自己头上的脚 会不会联系王九龙探讨直发的心得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月云鹏真是一个好父亲 在工作之余也没有忘记女儿的生日 因为在8月12日 月云鹏在社交平台发文 宝贝生日快乐永远爱你 虽然忙于工作也没有忘记女儿的生日 可以说是父亲们的榜样 当然看到月云鹏坐着让女儿化妆 不少网友表示 这一次是不是又是什么作业啊 毕竟上一次月云鹏为了女儿 完成作业的样子 让大家印象深刻 这一次估计女儿又是有什么作业 拿月云鹏练手 据悉月云鹏最近一段时间 都在满江红的剧组 在8月10日就有网友爆出 月云鹏和易阳千玺等人 还在古县城坐着最后的冲刺 预计本月中旬杀青 如今还没有传出杀青的消息 不少网友猜测 月云鹏可能是请假为女儿过生日 6月份禁组到如今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 不少网友表示 月云鹏也该休息休息了 而且再加上德云社的新电影 即将开拍 不少网友也期待月云鹏 能够参与到其中 但可能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毕竟窝头会馆还在天津巡演 还是期待月云鹏能够回到小剧场 多言几场相声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你们觉得呢